中国外交始终保持人民外交本色 践行全言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乌克兰局势突变之际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牵挂 我们在乌克兰同胞的安危 习近平主席多次过问 要求全力确保中国公民的安全 外交部第一时间启动领保应急机制 实施紧急撤侨行动 在战火纷飞中 安全转移5200多名中国公民 我们妥善应对了世界上一系列紧急事态 及时发布安全提醒 撤离高风险地区乔宾 全力营救被绑架的人员 我们用实际行动 告诉身在海外的每一位同胞 纵有万里归途 危难之际 祖国一定借你回家 我们在全球范围推动春苗行动的加强版 为生活工作在180个国家的460多万中国公民 接种疫苗 持续发放春节包 健康包 努力安排 却有困难的滞留同胞回到祖国怀抱 我们不断提高领事服务水平 启动领事信息系统建设 让同胞一键 直达驻外使领馆 12308热线24小时高效运转 全年受理了求助来电 将近50万桶 海外同胞走到哪里 领事保护就将延伸到哪里 外交为民永不停步 祖国关怀永远再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